嗨 大家好 我是Rose时间侠 我们接着聊胡心语的这个案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呢 这个无论是内网还是外网 有很多这样的言论一下子就涌现出来了 什么言论呢 一个是说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再一个就是指责胡心语的父母 指责胡心语的父母 是的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典型的 这个说 可怜的胡某语生前无人问津 死后愚情翻天 最应该承担责任的父母 把责任甩锅给学校和社会 儿子逃避压力 父母逃避责任 却反而耗费了大量的人才物资源 如果没有官宣 这场闹剧还不知唱到何时 我认为胡某语的父母 应该向公众表达歉意 应该道歉 而做父母的也应该明白 自己永远都是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 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施压 是导致子女精神异常的主要原因 对于子女的教育应该顺其自然 因才施教 承认自己的平庸和孩子的平反 承认智商能力的差距 让孩子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即使没有出人头地 也可欣下成欢 这个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一个舆论 大家肯定在 无论你是在推特上 你还是在微博上 还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你肯定已经看到很多类似的 长的短的 大的小的 你会发现他们整体来讲 都是一个一个论调啊 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第一责任人是父母 父母把责任甩给学校和社会了 父母逃避责任了 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 幸亏有官方告诉了大家的真相 终止了这场闹局 第一层这是 然后第二层就是要求胡新宇的父母 向社会向公众表达歉意 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 自己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呢 再进行 看似啊 就是要讲科学道理啊 然后讲 这个孩子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等等等等 看起来好像是一种 非常持终客观 这样的论调 我们要知道啊 CCP一向呢 都是非常非常善于呢 进行舆论引导的 甚至呢 常常呢 他不仅仅是舆论引导啊 就是很多地方呢 这个发言呢 就是通稿 然后通稿交给呢 有执行特殊任务的 五毛们 粉红们 然后让他们发出来 没人发一条有多少钱 都有都有钱的 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 而且大家想一想啊 所有的这一种社会性的案件 到最后呢 舆论上都会出现这种反转 只要官宣了之后 马上舆论上就开始呢 围着官宣 然后唱三歌 官方多么多么的神勇 官方多么多么的公正 官方多么多么的尽心尽力 然后呢 要把责任指向受害者 指向受害者的家庭 这叫什么 这叫釜底抽薪 你想 胡心语的父母 能有多么大的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来承受 这种双重的碾压呢 一方面 寻找了一百多天 希望 肯定时时刻刻抱着一种希望 这个孩子还活着 结果一百多天之后 发现孩子 挂尸鱼 仓库的树上 然后 渴望 好 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 结果 三天就给了你一个答案 三天就给了你一个答案 自杀的 所有的脏气完整 至于衣服为什么反穿 至于眼镜去哪了 犯卡去哪了 是吧 没有任何交代 至于为什么 鞋带可以承住一个人自杀 至于 那墙外的土到底是什么时候堆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 他能够在自杀的时候 脚离地面一米四 而鞋带还没有坠落 没有断 这些都没有交代 也不可能有交代 那么可想而知 胡锡尹的父母已经内心里面承受多大的痛苦 然后现在再给你加上舆论的社会的普遍的精神压力 你们耗费了国家的人力财力 物力 不要求你们赔了 不要求你们付钱了 是吧 道歉吧 你们造成了如此大的 对党和政府的 对党和政府的 伤害 是吧 你们引起了如此大的 舆情 你们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你们是害死你们儿子的凶手 你们还把责任退给学校 退给社会 退给公安 退给党和人民 那你想一想 胡锡尹的父母还敢再发声吗 还敢再说 我们不认这个自杀的结论吗 不敢了呀 他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他有丧子之痛 已经是巨大的痛苦 然后再加上这种威胁 这种情感上的 精神上的 双重的 多重的 重重的 折磨 威吓 恫吓 你想一想 他们还会再发声吗 不会再发声了呀 抹黑受害人 威吓 恫吓 恐吓 受害者家属 在整个的舆论上 制造 这种舆情的反转 这就是 CCP经常说的 带节奏 带风向 他们实际上是一直在带节奏 带风向 你想一想 之前 铁链女 带节奏 带风向 之前 唐山女 带节奏 带风向 铁链女给你带到小花梅那儿去 然后呢 唐山女给你带到什么 这几个女人 也不是好人 要是好人 凌晨还躺到那儿去吃烧烤吗 然后现在 胡新宇 案件 官方已经 结案了 盖棺定论了 当然 胡新宇的父母 很自然的会 这是一个常识啊 稍有常识的人 都会有疑问呢 你们给出来的这个结论 我们不幸福啊 为了堵住他们的嘴 一方面 极有可能 会跟胡新宇的父母 有一个私下的谈判 如何安慰他们 但是 另一方面 要是敬酒不吃 就要吃罚酒 这个罚酒 就通过舆论 来封他的口 来钳制他们 让他们 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 让他们 向公众表达歉意 应该道歉 加感叹号 所有的现在跟风 看到这些 然后就 哦 对呀 啊 这个孩子自杀了啊 这个父母是第一责任人啊 如果家庭啊 这个没能保护住孩子 可能他的母亲 跟他的通话 就是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啊 等等等等 所有参与 这个讨论的人 你们现在都是帮凶 知道吗 你要知道 你讨论这个问题的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 你得确认 这个孩子 是因为 家庭 学校的双重的压力 是因为向家人求助 而不得 然后 自杀 这是一个事实 然后你去反思这个问题 然后你去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前面这件事情 不能够确定是事实 请问 你哪里来的勇气 你哪里来的 你的良心 来去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假问题啊 你前面的这个大前提 你没有办法得到印证 确证 你就去讨论后面的 你就去问责他的父母 你就去问责这个孩子 说他逃给压力 说他有精神病 说他心里不健全 你的良心安吗 说句难听的话 万一有一天 因为我们很多人 讨论这个问题的人 我看到啊 自己也是为人父母的 自己也是为人师长的 自己是搞这个教育 那个教育的 自己也有孩子 也有儿孙 是吧 甚至有的人年龄一大把 不仅有儿女 而且也有也有这个孙子 孙女是吧 如果有一天 你的子孙 在学校也好 在街道也好 在商场也好 在公园也好 在医院也好 在哪哪哪也好 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么走失了 然后 也有人说 你是那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走失 一百多天 两百多天 三百多天之后 出现这样一个场景 告诉你 他自杀了 他精神失常 他心里有问题 你是那最后的一根稻草 你应该向社会道歉 你空耗了 人力财力物力 你又该做何感想 这不是咒诅 这是可能发生在 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 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然后他就 无关痛痒 一个真正的人 就是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恐慌 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绝望 然后他不认为那些事情与他无关 这就是人的良知良能 人皆有侧隐之心 人皆有那修物之心 请问你的侧隐之心 你的修物之心哪去了呢 你就那么急着靠这个流量去挣钱吗 你就那么急着靠这个去开课程吗 你就那么急着靠这个去扮演 你是多么的客观公正 懂得家庭教育吗 你懂什么 你连一个人 应该最基本的良知勇气 一个人 应该有勇气去追求真相 我并不是说 我就百分之百的认为 说胡心宇一定是被谋杀了 胡心宇一定就是被活摘了器官 被买卖器官了 我不知道 我不敢确定 但是 有这种可能 但是 我也不敢确定 他就百分之百是自杀的 因为官方三十几分钟的 照着文稿念出来的 那个通告 他不能说服我 因为太多的疑点 他都没有得到解释 所有的现在站在 胡心宇就是自杀的 胡心宇的父母应该反思 胡心宇的父母应该道歉 我们应该关注 这个未成年人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家庭教育 这些人你们都是帮凶 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在阻挡人们 抵达真相 你们知道吗 好好地想一想 是什么给了你这样的勇气 可以无视那么多 官方在宣告的时候的傲慢 官方在宣告的时候的不合逻辑 官方在宣告的时候的避重就轻 这些有太多太多分析了 我就不一一的重复了 只要是心智正常 有脑子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想得到 我们不是一定要说 它是什么结果 我们求真的过程中 就是要证伪 对不对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把那些疑点 一个一个的解答出来 你认为大家是在造谣 大家是在造谣 你为什么要站在官方去辟谣 你为什么要要求这些质疑的人 你为什么要要求这些 做出各种猜想的人去提供证据 你不去把目标指向公安 指向官方 让他们一条一条的 把证据链明显的呈现出来 有个人说 呈现了人家都不是有动画吗 动画是证据吗 他也可以做一个动画 来说他自杀了 是不是别人也可以做一个动画 来证明 他被活摘器官了 他被谋杀了呀 那不是事实 你要看到事实 OK 就说这么多 一说到这样的事情就情绪激动 但是我们不能麻木不仁 保持愤怒 保持愤怒啊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痛苦 在这样的黑暗的时代活着 保持愤怒 保持痛苦 也就是我们保持人性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基本的呈现 祝福大家 无论如何 祝福大家 愿更多的人能够有勇气 保持愤怒 愿更多的人能够持续的保持 不要有七秒的记忆 不要过两天 哎呀 你看胡心语的家人都不追究了 他们都认头了 他们都接受了 我们也就放过吧 是的 我们应该放过胡心语的家人 胡心语的父母 但是我们不要放过 每一个未揭开的真相 我们不要忘记 就像不要忘记铁链女 就像不要忘记唐山女 就像不要忘记 一个一个驱死的冤魂一样 不要忘记胡心语 直到真相终有大白的那一天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